大家看呢 这是Lanzarote的火山 我是阿空 我们实在待不了 我们决定复活节 还是要出来玩 实在是待不出来 这么长假期 我们又来了 加拿利群岛 西班牙 这边天气还不错 等会儿我马上就要到了 到了再给大家看吧 拜拜 大家好 我是阿空 欢迎来到吉旅城 在我买了无人机之后 最后悔的一件事情 就是没有早买一个月 因为如果我早买一个月的话 我就可以从上面拍Lanzarote的火山了 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 Lanzarote岛是什么 开篇那么然的视频 拍的就是Lanzarote岛 加拿利群岛 西班牙 今天的视频呢 其实不是讲Lanzarote岛 也不是讲加拿利群岛 也不是讲西班牙 今天是讲 无人机 Mavic Air 给大家讲讲 我使用它一年以来的各种感想 和一些小小的吐槽 然后Mavic Air 2 流出的一些细节 和我为什么期待它 最近收到一封大疆发来的 吊胃口的邮件 说4月27号将要发生什么事情 就是几天之后了 一开始我根本没有当回事 直到网上流传出了一些 Mavic Air 2 将要发布的消息 原来4月27号就是Mavic Air 2 第二代 将要发布的时候了 网上就有越来越多的信息流出来了 因为一份说明书被泄露到了网上 所以现在发布会什么的都不是重头了 重头的是之前的留言 大家的胃口都被吊起来了 那份说明书说不定是故意被泄露到网上的呢 谁知道呢 而Mavic Air第一代 我已经使用了一年多很多的优点 在前有追冰 后有堵截 在前有堵截 后有追冰的情况下 前有堵截 就是Mavic Air 2 后有追冰 就是Mavic Mini 在这种夹击的情况下 它依然是一个非常好的产品 在它的segment里头 Mavic Air 压不住它 Mavic Mini也没法取代它 所以大将的产品精力很赞 把它放到了一个合适的位置 它也有些缺点 有些弱点 这就是我为什么特别期待Mavic Air第二代的人 那么今天我就用三分钟的时间 希望可以 我一定争取 那我们直接进入正题 及时器 现在开始 先来评价一下第一代 首先吐槽一下 还有几个缺点 第一个缺点就是这个电池 它的电池官方给出的数据是21分 它的电池官方给出的数据是21分 10分钟的飞行时间 实测只有15分钟 我有4块电池 刚好够飞一个小时 第二点 它的噪音大动静很大 前两点呢 可以用一个第三方的螺旋桨一定程度的弥补 可以达到18分钟的续航 甚至20分钟 如果你胆子大的话 噪音会更小一些 我的链接里会给出这个螺旋桨的信号 第三个缺点呢 飞行的稳定性普通 而且它不够小巧 想要穿过一些比较小的地方的话 穿过树枝什么的 比较困难一些 其实它体积还算可以 但是它有时候你不按任何的操纵杆的时候 它会有一些小小的抖动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个体差异 还是因为风 暂时把它归结成它的一个缺点 它最大的一个缺点 第4个缺点 就是它使用WiFi的连接 这个WiFi的连接呢 传输距离理论上可以到4公里 首先在德国你没法飞到4公里 你必须要看得到它才行 这是德国的规定 飞出了1公里之外 你就会发现不稳了 如果遇到有气流 有云层 风比较大 或者中间有一个建筑物 或者任何的一个信号的干扰 它就会说赶快回来吧 这是最大的缺点 我曾经遇到过它飞到了一个地方 我的遥控器对它不太管用了 电池也不够了 我说返航 但是信号可能传输出现了问题 它直接就在那个地方想要降落下来 降落的地方正好是一个铁轨 有视频为证 然后最后呢3号又连接上了 回来了忙了忙慌的 最后在只剩下3%的电的时候 回到了我的手中 紧张了 还发生过在特别美的地方 我本来想好好的拍一拍 结果说信号不好 由于有了前一次的经验 我不敢再让它飞了 回来了 这是这个WiFi连接的最大缺点 但是实际上没有太多阻挡的情况下 它的连接是很好的 可能是那一架单个的毛病 德国的亚马逊 把之前那辆回收了 是白色的 不猜有了这辆黑色的 重新买的 当然价钱很不错 所以还做了一个 mini和Air对比的视频 我回头会放出来 各种原因让我觉得还是它比mini好 那么 接下来我就来说说它的优点吧 以及它比mini和Mavic 2都强在哪 首先 比mini强的地方 它能够录制4K的 然后 它有各种的手动操作和手动曝光的模式 对于想拍稍微严肃点视频的人来讲 手动曝光太重要了 它还可以进行跟踪 mini是不行的 对比Mavic 2呢 还有无与伦比的轻便 收起来 这么点大 甚至直接可以揣头走的 对于旅行上来讲 太合适了 Mavic 2是绝对做不到的 那么现在来说说Mavic Air 第二代 它流出的一些信息 首先对我来讲 最重要的一点 它用OcuSync 这是一个更高级的传输模式和连接模式 它比WiFi稳定了太多 它可以自动的切换频率 它可以达到8公里的图传 用不到 但是呢 有种比没有强的 我知道我能 然后它有更好的连接稳定性 有了这个 我就觉得 一代 可以被替代了 第二代呢 它有3500毫安的电池 比起2300毫安 多了很多 是不是 飞行时间官方给出的数据达到了34分钟 对比以前的21分钟 实测15分钟 新的可能 实测能够达到30分钟左右 提高了整整一倍 摄像头和芯片也升级了 老的是1600万像素 新的是4800万像素 老的是2.3分之1英寸的芯片 新的是2分之1英寸的芯片 大家都知道 数码相机方面 底大一级压死人 说的就是这个芯片 芯片也烂大了 它的成像效果会更好 那么这个4800万呢 虽然有的人怀疑 它是1200万像素拼接起来的 拼了4个1200万 就成了4800万 那么 有总比没有强 大总比小好 不知道 三分钟到了没有 流出的信息 其实并不是很多 我们还是期待4月28号 直到4月28号 网上的留言 都是看看就得了 只是 我现在真的已经很期待了 虽然很期待 Mavic Air一代 还是个非常好的产品 非常非常好 仍然是一个非常好的 适合旅行的 准专业级的无人机 如果你只想要一台无人机 带着它到处走 拍出来比较好的画面 在二代就要出来的情况下 一代依然是值得拥有的 一个无人机 依然值得买 特别是在二代出来的时候 一代绝对会有很多的降价 你有点耐心的话 肯定能找到这样的折扣 如果价钱比mini多不了太多 它依然是一个比mini更好的选择 除非你是要到奥地利飞 这个悬念留到我的下一期 关于无人机的节目 我会专门比较一下 Air和mini 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的频道 关注吧 不对是这边 或者这边 YouTube在这边 B站在这边 如果你觉得好 就点个赞 那么 今天的视频就到此为止 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好 我是阿空 欢迎收看吉利城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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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